大家好,今天要介紹的是如何使用Solid Wars 繪製出血影狂刀 這次所要運用到的3D列印是它這裡的鐵環是可以移動的 所以我們這個物件是要以一體式的把它列印出來 這裡我們的特徵就要運用Solid Wars 多本體的技術把它做出來 這裡要怎麼做我等一下後面會再來做一一的講解 我們大致上使用的是生長、掃除、偏移、偏移的架號除料等等 這樣的一個形式把它做出來的 那這裡我們要怎麼做我們就去看下去囉 首先是刀主體的畫法 那我們就先找了一張正式的一個圖片來做一個插入的動作 來把它變成一個草圖圖圓 那這裡一開始我們使用生長填料做出了手柄的地方 那我給各位看一下它的草圖圖圓 我顯示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邊呢就是使用了草圖裡面的不規則曲線呢 把這裡等下描繪出來 那這裡呢我把它描繪出了 1、2、3、4、5、6 這6個封閉的草圖呢 那我再一個一個的來去做一個生長的動作 那首先呢我先做出了手柄的地方 那手柄的這部分呢我所做的是 8mini的一個兩側對稱的一個尺寸 做完之後呢我再繼續做第二個生長 那這裡呢我選取的是這兩個 那這裡呢我給各位看一下這邊我是做了多少 我是做了11mini的兩側對稱 那這裡呢給各位看一下是這樣的形式 那這兩個我讓它一起做 那這裡我是有把合併結果給打開來 所以它做完之後是一個實體的 那等一下呢我有多本領的地方 我再來跟大家做我的講解 接下來呢是其他特徵的地方 那這裡呢是第三個特徵的地方 這裡我給它的是10mini的一個兩側對稱 像這樣子這裡有一個斷差 那接下來是前面的這個特徵的地方 那這裡我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呢是8mini的兩側對稱的一個斷差 像這樣子把它做出來 那這邊左右它是對稱的 所以我們只要畫這樣子的另一邊是一樣的 那再來呢最後就是刀的地方 那刀的地方呢就直接讓它做一個生長的動作 那這裡我給它幾mini呢 我給各位看一下囉 這邊是5mini的一個兩側對稱 那做到這裡大致上我們把主要的主體都把它做出來了 那這邊我先讓它隱藏一下 這樣看起來呢基本上刀體已經大致上完成了 這裡呢我們要做個導角 讓它這裡的刀呢可以更真實一點 那這裡的導角的尺寸是多少呢 我給各位看一下它的編輯特徵 這裡呢是給它一個3mini的一個導角 那這裡的角度呢是給它30度 那做完之後呢我們再繼續其他的一些特徵 像這裡做一個除掉的動作 那這邊做出來就是刀的這個地方呢的一個凹槽 那做完之後呢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還有其他的一些特徵需要去做它 這裡我讓它再長出來一點點 這樣子呢會更真實一點 那我們這裡呢要注意的就是 我們在做這類的武器的時候 當我們的特徵呢做得越詳細越多的時候呢 我們列印出來的真實度會更高 那這邊會建議各位呢 盡可能把特徵給它畫出來 那建議不要畫得太小 那盡量呢是1.2mini以上 這樣子列印的話成功率會比較高一點 以及做一些鏡射 以及其他地方的一個圓角的修飾外型 接下來要做的呢是手柄的地方 以及刀的地方呢一些小細節 那這邊小細節我們做得越詳細的話 列印出來製作出來的還原度會更高一點 那這邊我們要先做一個曲面的偏移 那偏移量是0 那這裡我們是做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呢就是偏移的這個手柄的地方 因為這裡我們要做出紋路出來 那這裡我們偏移完之後呢做曲面修剪 那我這邊呢給各位看一下 曲面修剪的是什麼呢 那這邊呢顯示給各位看一下 曲面修剪就是這樣子 它就是一圈一圈的 那這裡呢是在草圖裡面 以上基礎裡面呢 那在草圖裡面的不規則曲線呢先畫出來 畫完之後呢我們再用這一個 偏移圖源呢把它偏移出來 偏移完之後呢就是長這樣的形式 那記得呢側邊要大於這個地方 這樣子我們在修剪的時候比較不會有問題 那這裡給各位看一下修剪完 曲面的修剪就是這樣子 它就是一圈一圈的 像這樣子 它這裡是一圈一圈的 那這邊修剪完 我所保留的就是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等一下呢要做一個 曲面上面有一個架後除料 讓它有一個架後的動作 那架後之後呢它是做除料的 所以會凹進去變成一個這樣的形式出來 那我先顯示一個給各位看一下 那做完之後就會像這樣子的形式 它就做一個架後除料 那這裡呢就是參考我們剛剛所做的曲面修剪 那這邊其他的呢做法都是一樣 那我就直接省略跳過去 像這樣子我們手柄的地方呢 就做出這樣的特徵出來 那這裡呢我們在3DDM的時候 黃岩度會更正一點 那這裡呢我們再做一個圓角修飾外型 接下來呢我們再做一個伸長的動作 要做其他的特徵 那這裡呢一樣把它做一個修飾 修飾完之後呢我們就要做除料 做出一個其他的一個外型出來 像這樣子 那這裡呢就是要發揮一點想像力 那這邊呢就是運用直線 先把這個外型呢給描繪出來 描繪出來之後呢我們再做一個除料的動作 那這裡除料呢我是使用0.3 做完之後呢再做其他地方的除料 那這裡呢還有其他的一些特徵把它做完 像這裡 給各位看一下它的編輯特徵 像這樣子它的草圖是這樣把它描繪出來 那這邊呢細節的地方就留給各位去嘗試它 今天我想來一點古早味的三色昂骨粿 多少 那做完之後呢我們再做一個圓角修飾外型 修飾完呢我們另一邊做鏡射 鏡射網一樣做圓角的修飾外型 那最終我們就會得到這樣的一個外型出來 盡可能這邊都把它做一個圓角的修飾 那這邊的圓角呢也沒有很大 這邊給它的是0.2的半徑 那這邊讓大家去嘗試先做到這裡囉 接下來呢我們要做刀的小鐵環的地方 那這裡呢我們要做的是讓它是可以移動的 所以我們要使用多本體把它畫出來 就是我們不要讓它是一個實體 那這樣子我們在3D列印完之後呢 它就會變成是一體式的 然後這個鐵環呢是可以移動的 那這裡呢我們要運用掃出呢 畫出一個鐵環的外型出來 像這樣子 那這裡呢我們就是運用了草圖來輔助它 畫出了兩條直線 然後運用這個草圖呢來輔助做出了平面1以及平面2 像這樣子 這兩個平面之後呢 我們在這一個平面 這個地方呢畫出了一個 端面 以及它的路徑 那路徑畫完之後呢 我們要記得這邊呢 是不要讓它是合併結果的 先不要讓它合併結果 所以我們在上面會看到實體呢 會變成兩個實體 那這邊呢我們可能就要修飾一下它的孔位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呢我讓它變成除掉再大一點 這邊讓它做的是3.3的尺寸 做完之後呢 再給它做一個倒角的一個修飾 這樣子呢我們運出來會更漂亮一點 那這邊讓大家去嘗試到這裡 接下來呢一樣要畫出了刀柄的地方 以及第二個鐵環 那一樣呢用同樣的方式呢 做出了掃出 那這邊一樣掃出的時候呢 不要讓它是合併結果的 畫一個懸空的像這樣子 那這裡呢基本上就OK了 那接下來呢我們要畫的是後面的地方 那這裡呢我們就做出一個圓的洞 那做完之後呢 給它做一個圓角的修飾外型 像這樣子 這個洞呢 給它的半徑呢是1.4 那做完之後呢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裡呢是因為有一些小特徵 是不必要的 所以我讓它去刪除的動作 那這裡有可能你不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那這邊你就把它掠過 那就是基本上就是挖一個洞 然後再做一個掃出 那這個掃出呢一樣 我們都是用草圖來去做一個輔助的 基本上是在這個圓呢畫兩條線 然後做了兩個平面出來呢 我們就可以做出這樣的一個掃出 那我給各位看一下 這裡第二個特徵 我顯示給各位看 後面這個地方呢 我就不是畫出一個圓 是畫出一個D字形的 像這樣子 D字形的一個草圖出來 那記得這邊呢盡可能呢 讓它是有一個圓角去修飾的 那這樣做起來的掃出呢 會更漂亮一點 那這裡呢 我給各位看一下 這裡呢 直徑是2 那所以這邊一樣 直徑也是2 讓它做出這樣的一個外型出來 那做完之後 基本上我們就完成了 那最後呢 記得在遠的地方呢 都要做一個導角 這樣子呢 讓它可以更漂亮一點 那這樣子呢 我們就完成了這個旋影狂刀囉 那各位呢 就去嘗試一下吧 最後呢 來總結一下關於 薛影狂刀的畫法 那這邊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我們在畫主體的時候呢 已經完成了大概8成左右了 那剩下的呢 就是一些小細節的修飾 所以我們比較多的時間呢 會花在小細節的修飾 像是 我們要把鐵王畫出來之後呢 要建立一些草圖以及基準面 以及說 刀柄的地方呢 有一些小細節特徵呢 我們需要花點時間去把它做出來 像這裡我們需要用 曲面的加厚杵料把它做出來 那其他地方其實都蠻簡單 就可以把它完成了 那完成之後呢 這個檔案 我們如果要轉成3DDM的話 需要注意什麼呢 那這裡我們會看到說 我們找不到任何的平面呢 可以去讓它固定的 所以這個物件呢 需要的是 開啟木法或開啟邊緣 兩個都可以 基本上呢 會建議開啟木法 那會比較穩定一點 那這裡呢 不太建議是這樣直立的去印它 因為3D列印呢 我們的物件如果是細長型的 特別是像這樣直立式的話 它很容易在印在某個高度的時候 會產生槓桿原理 所以呢 它會倒塌 列印的失敗率會非常高的 所以我會比較建議說 我們直立的印以外呢 讓它傾斜像這樣 傾斜一個角度 你可以是傾斜大概30度或45度 那45度的話會比較剛好一點 剛好把它抓一半的一個距離 那有時候45度有可能還是太高了 我們就把它用成 大概是這樣的30度的左右 那這裡呢 一定要開支撐材 那開支撐材 相對的我們就要做更多的打磨 那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因為這裡我們要做的是多本體 這個地方都是懸空的 如果沒有支撐材的話 它列印的話一定會失敗的 那我會建議呢 以這樣的一個角度去擺放列印 開啟木法以及開啟支撐材 這邊對於說 你如果想要這個檔案的話 那我也會分享 那這邊呢 我們就觀看影片底下的連結了 那裡都會檔案下載的連結 那這裡呢 如果說你想要去畫出來的話 我們就參考前面的一些教學 把它製作出來 那你可以去調整一下你想要的大小 或是調整一下你想要的外型 然後再自己把它做出來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分享吧 掰掰 掰掰 分享 我們會不會呢 會不會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